让我们用掌声感恩大慈大悲的卢君红台长为我们慈悲看图腾 谢谢大家 我们的第二组号码是 1609 1609 19985 19985 4874 4874 1216 1216 7205 7205 4347 4347 2573 2573 3480 3480 2526 2526 3254 3254 让我们再次用最热烈的掌声感恩大慈大悲的卢君红台长 谢谢大家 好 好我们继续啊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卢君红台长 这位是我的父亲 我想问一下 他是1954年数码的 我想问一下他的身体健康如何 有没有什么大问题 58年数什么 54年数码 54年数码的是吧 嗯 我告诉你他有两个问题 嗯 第一血液 嗯 会有问题 没妈妈 第二他的骨头 嗯 会有问题 没妈妈 而且他现在主要最大的问题是身上有灵性 嗯 那要怎么做 身上有灵性 我先讲给你听 他经常会突然之间很不开心 会 突然之间很不开心 会会 发脾气 会啊 嗯 灵性在身上搞他呢 明白了吗 是的 第二 这个灵性跟他过不去 嗯 趴在他身上 现在 现在 嗯 趴在他身上 所以呢 让他呢 坐在那里不能动 实际上他有时候想动 嗯 他可以动的 但是呢 就是不给他动 而且呢 在刺激他的骨髓 骨髓 嗯 他以后晚年 骨髓里边可能会有瘤 现在 我就讲给你听 排长看这个图腾就知道了 嗯 他的脖子上 有很多小疙瘩 嗯 脖子嘴瘩 怪不得他老是说脖子 好像痛啊 什么的 看见了吗 啊 我可以告诉你 实际上人要懂的一个道理 当一个人脸上发出很多东西来的时候 内热的时候 他的内脏一定很热 哦 大家听得懂吗 是的 我爸爸经常内热的 所以经常要吃 凉的那种 我告诉你 现在他还有一个问题是肝 肝 嗯 他的肝 我现在看 血液走得非常非常的慢 嗯 血液走得很慢 就是说明他这个肝的 已经很多堵塞流不过去 嗯 明白了吗 嗯 而且最要命的就是 他现在身上有一个女的老太太 在他身上 嗯 嗯 上次我爸 嗯 八月份打过电话 说有一个 看见吗 八月份打进电话 嗯 跟台长今天看了一模一样 嗯 我每天在广播里 我不知道看多少人了 嗯 我根本记不清楚了 现在 你的 爸爸 我可以告诉你 只有把这个老太太 请走 嗯 不请走的话 很麻烦 慢慢的会弄死她的 嗯 知道 嗯 那 那现在 功课啊 小房子 你看这个 这个 而且这个老妈妈很有 很有能量的 power 很有能量 很有能量 嗯 很厉害的 圆圆的脸 嗯 头发往后梳的 圆圆的 眼睛 眼睛还蛮大的 嗯 老太太 眼睛 明白吗 大眼睛 嗯 还是双眼皮 嗯 那 那是 不知道是谁 我想啊 嗯 我想啊 是你爸爸 过去的 一个女朋友 啊 你别看她 她又老又瘦 人老 心不老 我告诉你 过去做过的念 全部 夜 随生的 哦 你 只要问她 她现在如果 忏悔了 台长可以救救她 她自己心里最明白 她曾经有一个女的 她把人家甩了 人家这个人一定死了 现在叮嘟她 圆圆的脸 双眼皮 大眼睛 有没有一个女朋友 没有 嗯 不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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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她讲 她要是不承认的话 想老实话 讲老实话 就是没有悔过之意 你问她 有没有 我现在给她个面子 就是跟你妈妈结婚之前 她有没有个女朋友 谈得很好 她把人家甩了 一定是她不好 你跟她讲 她听 她听得懂 她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跟她讲 结婚之前 有没有个女朋友 没有 眼睛大大的 双眼皮 脸型是大型的 有没有 好像没有 好像没有 那就算了 没有就算了 好吧 你好好给她念念经吧 台长不想讲 因为一个人 到了这个年龄了 还不肯忏悔自己 那很难救 明白了吗 那台长我们 她要攻克 所以为什么 菩萨说 众生难度 人难救 因为她不肯承认 所以人家说 我错了 我错了 看见了吗 我跟你讲 我跟你们讲了 我跟你说 我看见了这个人 在你身上了 你还不相信 求台长救救爸爸 你要不要晚上 叫他上你身啊 求台长救救爸爸 人不能这样 人不能说 自己做过的错 不负责任 你做过的错 你一定要负责任的 求台长救命 救命了 我跟你们讲了 真的 不能这样的 你把人家害了 人家现在死了 一辈子不饶过你啊 他现在就搞你啊 你听得懂吗 你知道他自己啊 你爸爸了 我跟你说了 他说拉走就拉走 现在还是让他受罪 我不骗你了 是的 他现在每天都还会痛 而且你问问你父亲看 晚上经常会做噩梦 被人家追杀 明白吗 明白了 那台长布置一下功课和小房子 你叫他每天念念大悲咒十七遍 心经念四十九遍 他如果能念就念 不能念的话 你叫他念往生咒 好吗 还有小房子 小房子多少 小房子你要叫他有的念了 你要把这个老妈妈弄走的话 我讲给你们听一个知识啊 就是说很多人说 这个人不是走了吗 年轻的时候跟他的冤结 那么很长时间的比方说 你们觉得你们现在变老了 那么他的过去的那个女朋友 不是过去很年轻的时候吗 为什么现在也会看上像老太太啊 因为他在地府里边 他在阴间 他也在走自己的年龄 明白了吗 所以他刚刚看见那个女的 一定就是他女朋友 而且我刚刚问了他了 所以我就告诉你 他刚刚跟我讲一句话 他说如果他不承认 他晚上会来找他呢 所以他现在就承认了 说明他这个人还有心有灵犀一点 我错了 我错了 早点都不讲了 谢谢台长 台长这种人碰了不要太多 你叫他现在赶紧给他念小房子 你帮他一起念 好吧 念到这个女的来梦中 笑嘻嘻的 就说明这小房子差不多了 如果他梦中来了 还是很凶的那个样子 说明他小房子还是不够 明白了吗 那我们是不是要学一波一波 多少张 你第一波就要七十八张 好的 好吗 好好给他念了 你别看他 我可以告诉你啊 他的阳寿很长 谢谢台长 他摧摧摧摧摧摧摧 死不掉呀 谢谢观世音菩萨 明白了吗 要好好的活 活得要有质量 明白了吗 好的 叫他好好活 你过去做错很多事情 你忏悔了之后 人会马上改变的 你就会活得非常的开心 是的 谢谢台长 是的 好了 谢谢台长 台长你刚才网上做素要没做 网上做四十九遍 哦 离佛五遍是吧 你叫他千万不能再吃活的海鲜了 好的 坚决不能吃了 好的 好吗 好 感恩台长 感恩大子大悲 观世音菩萨慈悲 谢谢谢谢 谢谢 他有旧的 他瘦很长的 咱们咱们咱们 好 他瘦很长的 你放心好了 嗯